诗篇102篇呢 它是属于七篇忏悔诗中的一篇 就是第六篇 第32篇 第38篇 第51篇 102篇 包括还有130篇 那其中因为包含着 这样认罪的这样的特点 所以被称为这个忏悔诗 那这个诗篇的主题 主要强调了 受苦和管教 往往是与最有关的这样的主题 那这个诗篇的文体类型 是典型的个人挨个 整个这个诗篇的背景 是以贝鲁巴比伦为背景 那个时候敬虔人和恶人 一同贝鲁离开家乡 也就是说 指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些敬虑神的人 和那些不敬虑神的人 一同贝鲁离开家乡 被掳到巴比伦 那这个结构呢 大体分为四个部分 一节到二节 讲到引言性的祷告 然后三节到十一节 和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就讲到了哀歌 然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 是谈到了神的应许 最后呢 二十八节就谈到了 这种结束性的一种展望 盼望 那首先我们来看引言部分 那诗人呢 借着这样的用词 就是说 来将他的祷告扎根 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中的 那种礼拜的传统 这里面提到了 我的祷告 我的呼求 不要掩灭 在我急难的日子 求你策耳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应允我 等等 这都是他们当时 礼拜仪式当中 惯用的一些表达方式 那暗示了他 这样的祷告呢 正好暗示了 诗人可能处于某种急难 迫切的寻求 神来听他的祷告 来实行拯救 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和贝鲁巴比伦的 这个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灭亡 他们贝鲁 在异教徒的国家 在异国他乡 遭人欺负 凌辱的这样的背景当中的 发出的祷告和叹息 那我们来看哀歌的部分 三节到九节和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是诗人描述自己的苦情 这里面谈到了 他描述 我的年日在烟中消失 骨头如火把烧着 心如草被踩碎而枯干 肉紧贴骨头 难以入睡 如同旷野的蹄虎 好像荒地的猫童鹰 房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敌整日辱骂我 向我叫好的人 指咒我咒诅 我吃灰烬 如同吃饭 我喝得有眼泪掺杂等等 那实际上这是表现了 不同层次的 这个诗人的这样的悲惨 十节里面表明了 他自己遭受这种痛苦的原因 乃是出于神 十节里面说到 说到什么呢 说到这都因你的脑恨和愤怒 前面描述了他各种痛苦 比如说他内心的 然后他身体上的 包括他肢体上的等等 甚至他难以睡眠 甚至因着担心仇敌随时攻击 他昼夜难眠 保持警觉 不敢睡觉 像这个荒地的猫头鹰 什么房顶孤单的麻雀 旷野的醍醐 都是那种孤苦伶仃孤单 在那里状态 他在那种高度压力 随时被人攻击的光景当中 保持警醒 他那种无法入睡等等 他吃的 他喝的等等 当然有些夸张和比喻的 这样的说法 总之就描述了 他身心里遭受着 极大的这样的困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虽然遭遇这些 但是他明确的意识到 自己所遭遇的这些灾害 受苦的原因乃是出于神 这都因你的脑恨和愤怒 你把我举起 又把我摔下 这里面 诗人仍然保持了信仰 这个是本身也是一种 在神的面前叹息和祷告 求神帮助拯救的 所以基本上前诗人 是属于敬前人那一类的 他仍然对上帝拥有信心 而且正因为这种信心 当然这种信心是基于 他对上帝律法 对上帝过去的启示 和经历的认识 所以他意识到 今天他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这就是信仰人 敬前人和恶人 和不敬畏神的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 敬前人或者是有信仰的人 信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他们会透过他们所遭遇的 能够看到神的护理 看到神的引导 看到神的作为 他知道这一切 纵然他眼前所看到的敌人 对他们的欺压和掠虑 嘲讽 他因此而受苦 但是他深深地知道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知道是上帝向他们发怒 他知道是上帝恼恨 那为什么上帝恼恨 把他举起又把他摔下呢 举起象征着上帝对他们的恩怠 以色列百姓 我们之前也多次谈到过 那是上帝在整个人类救赎计划当中 在救赎使过程当中 曾经先拣选的一个民族 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一家 向亚伯拉罕个体应许 应许给他和他的所有将来的后裔 那后来以色列百姓经过出埃及 然后在埃及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 然后在神的带领下 纪念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把他们带出埃及 让他们得以自由在旷野 在西乃山下与他们立约 赐给他们律法 礼仪 祭祀的制度 节旗等等 让他们做万民当中的祭祀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于神的子民 上帝就是他们的神 他们就作为神的子民 美好的诸约恩约都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他们却不专心跟随神 去追随偶像 随从自己的私欲 在旷野里面就开始背逆神 抱怨神 埋怨神 不信神 甚至即便是倒闭在旷野 新生代在约书亚带领之下 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不久就迅速的堕落腐败 约书亚和那一带的长老在的时候 他们就敬畏神 结果那些真正经历神 认识神的长老和领袖们不在之后 这些不认识神的新生代 就迅速的去随从了 他们没有赶出的那个迦南七族的恶俗 去通婚 去随从他们的偶像 随从他们的文化 不专心跟随神 他们亲自经历了出埃及那样 巨大的 那么震撼人的那样的救赎的世界 因为出埃及记那个时候 二十岁以里的人已经经历出埃及了 在旷野四十年到 进迦南二十岁以里的人成长成为新生代 包括在旷野当中出生的 所以他们很多人是目睹了 出埃及的这个事件 他们也经历了在旷野里面 上帝如何惩戒那些不敬前人 和帮助他们战胜敌人 以及眷顾引导 看顾他们这样的诸多的恩典 包括新兴的领袖 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 虽然不如过红海那么宏伟 然后但是征战 特别是征服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亲自看到 他们没有动一枪一炮 没有任何的努力 只是顺从便轻而易举的 在神的征战率领下大获全胜 上帝将他们不是自己建造的城 赐给他们住 不是他们耕种的田 让他们去收割 不是他们所栽种的树木的果子 供他们吃 然后不是他们的土地 赐给他们住 耕种等等 他们经历了这样巨大的恩典 然而他们仍然是望恩负义 急速地在迦南地里面 败坏 效仿他们所住的 那地周边的百姓的恶俗 随着他们的信仰 与他们通婚 照着他们的价值生活 所以他们迅速地败坏 经过撒末尔以后 经过扫罗大魏 大魏的后裔 包括索罗门等等 南国南北王国分裂之后 北国在公元前722年就王国了 南国犹大是在主前586年 也是最终王国被掳到巴比伦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被掳呢 在历史当中 我们透过先知书 从历代至猎王纪 我们可以看到 根本原因就是 以色列百姓同样的原因 就是拜偶像 不敬畏神 不专心遵存神 所以上帝就严严地去管教他们 以至于教他们交给 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异教徒 那些外邦人 去任意地去掳掠 欺压他们 如果我们读 虽然圣经里面 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的资料 透过历史和其他的文献 包括圣经里面一些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 巴比伦过来掳掠他们 他说实行了极其残暴的掳掠 把他们的孕妇抛开 摔死他们的婴孩 甚至将他们的成年人掳去 贵族掳去 然后甚至弯掉他们王的眼睛 甚至将他们的圣殿拆毁 烧毁他们的殿 把殿里面所有的精英器物都掳走 然后留下一些最困难 最贫穷的人 总之也没有什么能力 让他们在那里去留守 所以那个地方就彻底地被他们摧毁 因此以色列民族遭了极大的羞辱 极大的灾难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的不专一跟从神 去不听从神的话 上帝曾经借着先知 借着他的谱 多词多方地去警戒去提醒他们 但是这帮人 就是活在那种小康生活当中 都是拥有梦想的人 都是现实主义者 都是享乐主义者 他们懂得如何对自己在今世短暂的 像资料一样 短暂转瞬即逝 这样人生当中如何去利用有限的时间 去享受快乐 所以他们把上帝的话当作耳片峰 结果他们以为现实 他们以为他们赚得了 他们要赚得的一切 认为那些敬前人 突然洁净他们的心 那些敬前人是不懂得生活虚度光阴的 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他们最懂得如何去处理各样的利害关系 他们最懂得如何去利用有限的时间和各种资源 去赚取最大的快乐 今世的快乐和幸福 结果最终正因为他们的属灵里面的盲目和愚蠢 结果最终带来了整个通国的灭亡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终他们被掳 然后在远离他们上帝所应许给他们列祖的那个圣地 那个殿 当百姓不再尊神为王的时候 当百姓不再专心侍奉神的时候 圣殿就是偶像庙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 以色列百姓那些从长老到祭司到百姓 在殿里面明处暗处充满了偶像 充满了特别是以西节书里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王族 为什么圣殿一定要被毁 圣殿被毁是因为上帝要洁净 所以原本给他们祝福的记号 神同在的记号 因着他们背离神 所有的记号都成为虚妄的 他们曾经靠圣殿夸口 上帝就摧毁那个圣殿 他们曾经靠律法夸口 上帝就将律法约贵夺去 以至于他们夸耀自己的民族 他们夸耀自己的土地等等 上帝就让他们的土地变为黄连 他们离开自己的本地 奔家 然后那个圣殿就完全被摧毁 所有他们所夸耀的都被夺去 让他们受到极大的打击 所以在这种处境下 他们遭受痛苦 他们被人欺凌 甚至我们看到诗篇里面谈到 他们在这个江边 在外族的江边 那些当地人嘲笑他们 这个西安的民 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实际上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让中国人给他们演戏唱 跳舞给他们看一样 其实当然 历史当中可能有一些剧里面反映了什么 他们尊重文化 欣赏各种那种 但是毕竟是侵略者 让被侵略的人 跳舞给他们看 用自己的文化精神里面 这些诗人他们不肯 我宁可舌头贴住上唐 我也不愿意在被掳之地 唱给这些轻蔑神的人 唱优化的歌给他们听 我宁可这个手艺忘记技巧 不懂得弹和弦 不懂得弹琴 我也不愿意在他们面前去 本来是唱民族 或者称颂神的这样的歌 所以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羞 身心灵族遭受这样的欺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诗人他没有怨天尤人 他没有认命 他没有像那些可咒诅的无神论者 他们的思念当中根本不考虑神 他们所触到的问题 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然 一切都是跟神没关系的 因为他们的心中 意念当中 思考当中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当中 根本没有给神存留任何地方 可能他们的观念当中 知道神存在 但是他们实际生活当中 他们言谈举止 思考 计划 打算 说话 为人做事的当中 根本不纪念神 忘记神 所以他们是实践的无神论者 他们可能嘴上告白 唱着漂亮的歌 称颂神的良善伟大 神呢 我要敬拜你 但实际生活就是无神论者 他们 诗人不像这些 伪善的这种无神论者一样 所以他们生活当中 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跟神没有关系 他顶多可能认为点倍 命运不好 所以他们所面对的 所有的苦难 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想去解决 但诗人不是这样 诗人是有信心的人 他知道他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是因为上帝的愤怒 是因为上帝的恼恨 恼恼是对百姓背叛 拜偶像这种罪恶的愤怒 恼恼这种罪恶 愤怒是因为出于上帝的圣洁公义 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的圣洁 对那些被约的百姓 一定要实行守判 所以将他们交付百姓 将他的殿 将他的地 将他的名交付那些不尽钱的 亵渎神的巴比伦 异教徒去任意地践踏 诗人意识到了神的愤怒 所以他在这里面说到 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 是因为你的恼恨 你的愤怒 你将我举举 你抬举了我们 但是又将我们摔下 实际上言外之意 是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错误 自己的罪 不然的话 上帝不至于向我们发怒 上帝不至于转而向我们恼恨 由慈爱向我们施恼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言外之意 识人对自己民族 自己的罪恶 抱有这种悔改的态度 悔改的态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十一节他重述自己 和自己人生转瞬即逝 他的年日如夕阳 生命如枯干的草 一样如草枯干 为什么 他自己的生命就像夕阳 快要死了 他自己的人生 就像枯干的草 诗篇第一篇就说到了 敬畏神的人 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爱慕神才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人 他们就像树栽在溪水旁 即便是干旱的日子 他们也 叶子也不枯干 然后按时候结果子 反过来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生命却 如同枯干的康皮 康皮是什么 虽然到了秋天 好像结了子力 但是他里面没有饱满的子力 就是皮 土有人的样子 土有人的生活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结出 上帝应该让他们结出的果子 所以他们最终 他的生命是没有价值 像康皮一样被风吹散 最终被交付永远的刑罚 在火中承受上帝对他们的愤怒和审判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诗人的人生 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人生 他的存在和他在世间所度过的日子 因着不敬畏神 生命变得枯高没有意义 而且短暂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诗人这么告白的时候 实际上就正如保罗所说的 这些内容记录在圣经当中 不只是留下一些历史资料而已 而是在警戒我们这个末世 处在这末后的世代 在阅读这些圣经的神的百姓 不要效法他们 从他们的失败当中获得警戒 不要效法他们的恶行 那么透过诗人这里面的告白 我们也看到 人的生命本来就是属于虚空的 我们本来就是如同尘土 甚至如同虚无 上帝却用尘土 最卑微的 没有价值的尘土造了我们 又赋予我们生命 使我们具有他尊贵的形象和样式 又与我们立约 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作为万灵之长 作为他的仆人 在地上代理 治理全地 没记录我们 给我们了尊贵 并且应许给我们生命 如果我们的祖宗 完全顺从神 经过考验 他可以享受 直接进入到完美的状态 进入到永生的里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 因着他的悖逆 结果 人类都陷入到最终 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虚妄的 因着上帝成为尊贵 在地位上 在使命上 包括承受这样 约应许的这个生命里面的祝福 但是因着我们虚妄的意念 被利神 结果使我们的生命变成被咒诅的存在 原本被咒诅 被尊荣的存在 却沦为被咒诅存在 与生命 祝福 无分 被驱逐 象征着神同在 神的面 生命的那个意念源 同样在诗人那个时代一样 原本蒙约的百姓 蒙祝福的百姓 但是因着他们自己的虚妄 欲望 自以为聪明 反而被聪明误 自以为赚得了一切 却失去了真正的祝福 和真正的生命 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哭高 所以他们努力赚取 但是他们没有幸福 身体上也出了问题 精神上也出了问题 睡不着觉 整个人生都活在一种 被神咒诅 不谋生祝福的生活当中 一个人再聪明 再努力 如果生活不谋生祝福 他所有的人生 肯定不会开心 精神上 肉体上 物质上 都会出问题 而且他的人生也是 转瞬即逝 即便蒙神祝福的人 其实人活着不在乎 长寿与短 活得多久 虽然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包括全人类的本性里面 都是盼望财富 健康 长寿 这是祝福 没有一个民族觉得短命是祝福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 一个人 蒙神祝福 无论他活的寿命长短 他活的品质很重要 我们中国传统当中说 祸害活千年 活千年的恶人 又有什么益处呢 最终还不是在罪恶 神的愤怒当中 昏昏恶恶的活一生 最终还受永远的地狱的刑法 但是义人 虽然他生命短暂如同流行 但是他活的价值 是蒙神喜悦和祝福的 他的短暂的一生当中 是蒙神喜悦的 他对别人的影响也是善的 那他将来也是有神的保障 和应许的福气伴随着他们的 但是世人呢 因之不敬为神 整个民族蒙神咒诅 他的人生却 短而苦 变得毫无意义 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很喜欢读圣经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发现 他们读圣经 却读不懂圣经 你在读《猎王记》的时候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读到了什么 你不要只是记得 哪年哪月哪日 哪个人做了什么事 当然那个重要 那是了解圣经的一个基本 但是圣经记载那些事情 到底在说什么 而说的那个内容 到底有没有提醒你 警戒你 如果你读了还在 还在重复圣经当中 失败者的足迹的话 说明你没有读懂 你没有真的履行 圣经当中的教训 你好像在每一天 尽着基督徒的本分 在读经 你满足于 哎呀我每一天都做QT 灵修读圣经 但是你根本没有听圣经的话 纵然你从圣经里发觉了一些 安慰自己的话 但圣经真正要向你说的话 你却没有听懂 那个王 那个亚伯拉罕 为什么当他生了以士玛利之后 他听了自己的见解 娶了他的那个使女同房 生了以士玛利之后 那个几十年的时间 却没有记录 为什么那些王 他们 记载了他所行的恶 和他最终的结局 圣经作者在那最后给他评价 关键就是 他有没有效法 他祖大卫 专心 持守神的话 善的王都是以大卫为标准 恶的王都是以伊洛伯安为标准 终生没有离去 离去耶布兰王 耶布兰王的那个恶 那个罪 所以弟兄姊妹读这些事情 我们不只是读那些 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事情 都在读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都是在写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们因着背离神 不守神的 与不忠 专心跟随谁 效法 世界 拜我向 远离神 结果遭受这种人生 就如同康疲一样 短而苦 诗人意识到了这点 我们的人生在虚度 我的人生充满了痛苦 我自己和我的人生转瞬即逝 他开始悔改 悔悟 二十三节 他使我的力量半途衰弱 使我年日短少 好像还活着 但是身体却衰残了 心力却憔悴了 好像还活着 他感觉到他的生命正在枯高 寿命在减少 这就是一个离开神的人 他主观上要经历到的感受 好像在活着 但是生命里面没有祝福 世人的思想 世人思想自己遭遇出于上主 并求神恢复 用天地 这个天地就是指所有的万物 万有转瞬即逝 来对比主的长存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都转瞬即逝 但是唯有你是长存的 来寻求神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不管告诉我们 信耶稣基督 罪得赦免得永生 信圣经告诉我们 得救的智慧 圣经讲到的救恩得救 绝对不是我们被那些 福音运动 注意福音运动 福音运动或者复兴主义 或者是一些传道法 那种被约化的福音的概念 或者是救恩的概念 得救只是关乎罪得赦免 灵魂上天堂而已 圣经里面讲到的救恩是 所有的罪 从罪和罪的所有的影响力 里面脱离出来 带领我们进入到生命 和更丰盛的生命里面 进入到完全的里面 这是救恩 圣经里面提到的救恩 不止解决罪 和罪的影响力 脱离罪的挟制 以及罪所有的后果 那今天呢 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 耶稣基督的宝血 袭击我们 但是这个救恩 正在进行当中 还在持续当中 不仅要救我们脱离定罪 不仅要救我们脱离 死亡的权势 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影响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持续有腐败性吗 罪在影响我们 干扰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屈从 有的时候我们会胜过它 神的作为 不只是图谋我们过去的 所有的罪债和罪的记录 还要救我们脱离今天 不被罪恶挟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得生命 且得得更丰盛 直到将来基督来的时候 彻底地救我们脱离罪的环境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败坏 也被除去 这个世界也要被更新 所有的罪恶环境也改变了 然后带领我们真正进入完全 那是目的 当然 我们不能印着 保障将来 这个 已经进天国的保障了 所以我就躺平 真正这么想的人 他要警醒 他要小心 第一 他是不是真正明白福音 有的人可能骗他们 以为这是福音 结果他就以为信了 他出于无知 他就这样式的 但是第二 如果不是第一种 第二种 如果你真的认为 我只要进天堂保障了 反正已经拿到门票了 这个我就可以在今世吃喝玩乐 肆意的放纵犯罪的话 你要小心 你可能没有得救 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上帝给他了一个新的生命 和新的性情 会让他渴慕追求完全 这是生命的特征 那第三种 可能你虽然得救了 但是可能长期顺从肉体的情欲 体贴肉体 陷在各种罪中 以至于你的良知麻木 可能你对属灵的事物 已经失去了感觉 不再爱慕 圣经里面纵然 蕴藏着诸多的钻石 宝石 宝藏 应许 但是对你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对你吸引的可能更多的肉体的快乐 情欲 男女的关系 物质 财物 所以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种 上帝可能今天 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在地上 拣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一个代表 上帝用 让他们身体被掳到巴比伦来 表明对他们的审判和刑法 管教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遭遇什么被掳到 其他地方 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神圣国家 但是我们可能属灵里面被掳 成为被抖遮住的光 成为失位的眼 成为被别人践踏 被别人轻视的这样的存在 好像是基督徒在地上 却被这个世界所嘲笑 被这个世界所压制 被这个世界所奴役 被这个世界所牵着走 没有任何力量 实际上就是被掳的状态 自己知道自己是信耶稣的 但是却不自由 自己知道上帝爱我 却没有办法回应对上帝的爱 好像被释放了 却活在不自由的里面 好像得释放了 但是却过着一个奴隶一样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悲催 上帝应许的喜乐和平安 却体验不到 充满了内心的愁苦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各样的业乐 如同经济堵住我们的心 心里面没有办法涌 涌现出那种属天的喜乐 旧恩的喜乐 不是因为畏罪忧伤 不是因为属灵征战 不是因为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不是自我鞭策自己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而是依着世俗的忧愁 所以那个愁苦就刺透了我们的心 好像活着 但是却十分痛苦 弟兄姐妹 这个福音书里和新约 书信里面 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基督徒那种 如果过属灵失败的生活的话 那种愁苦 耶稣讲的这个撒肿的比喻里面 第三种土地 被荆棘杂草挤住的那种状态 保罗所讲到的那种被世俗的忧虑和愁苦 所缠累的那种状态 那个不是离我们跟我们无关的 只是记录在一本书里面的 那是都在讲我们时时刻刻可能会体验经历到的 或许你我正住在这种关键当中 那讲这些为什么 不就是警戒我们不要落到那种光景里面吗 万一我们落到里面怎么办 我们应当想到悔改才是 对不对 不能以麻木自己 用肉体的快乐来麻痹自己 使自己在那种光景当中 那种属灵的忧愁和痛苦 用肉体的快乐去麻痹 这是现在人很多基督徒愚蠢的原因 就是用肉体的快乐去解决属灵的问题 越走越远 心灵越来越刚硬 属灵里面越来越破产 世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愁苦 在神的面前悔改 倾诉 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和自己的百姓背离了神 以至于遭致神的愤怒 所以这个内容身子是令人沮丧的 还好 世人意识到了问题 在这里面悔改 求神拯救 第三部分就是 世人纪念上帝的应许 唯有你耶和华 这是一种强调的用法 唯有你耶和华 你是耶和华 信使守约的 这是强调 他知道神是这样的神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虽然我们因着背离里 我们的生命变得虚妄无益 如同枯草 如同夕阳 邪下 但是你却永远坐在宝座上 你永远掌权 你的名存到万代 我们虚妄远离神 在神的愤怒和里面的人生和我 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生 是那样短篆和虚妄 相比神 我们的虚妄的人生 对神丝毫没有影响 虽然我们亏欠神 亏缺了神的荣耀 本来应该荣耀神 却没有荣耀他 但是我们的罪恶 对神本体没有任何影响 不要以为我们犯了罪 好像上帝就掉了一块渣 上帝的生命减少了 上面的权威就减少 上帝的这个本体的荣耀就损失了 上帝本身不被任何被遭影响 但是在约里面 我们可能辱没上帝的荣耀 所以在这里面上帝永远掌权 永远做宝座 他的名是万代的 比起世人的苦短 形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 你避起来怜悯稀暗 诗人确信上帝的怜悯 这是诗人在困苦绝望当中 唯一可以依赖的 就是神的怜悯 上帝啊 你因证你是信实的 因为你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 你为了自己的名 你一定会怜悯西安 现在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诗人可能是读了 耶利米先知的这个预言 知道七十年 被掳七十年之后 上帝转而要施恩怜悯他们 借着毁灭巴比伦 然后重新利用波斯 把他们应许 让他们重新释放 回到应许之地 然后重建家园 重新恢复信仰 重修祭坛 重修城墙 重新恢复礼拜等等 恢复他们 这是上帝 因着他自己的怜悯 若不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早就灭亡了 我们不至于灭亡 乃是因着他的怜悯 以里面爱歌里面讲到的 那今天你我 岂不是也一样吗 如果照着我们 今天生活的 实际情况来话 十八层地狱 如果有三十六层地狱 恐怕我们也得遭受那样的痛苦 真的我们很顽梗的 很悖逆的 我们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对所有非上帝的事情 什么奇闻怪事 什么关于自己的利益 这个东西我们都是熬夜 都不打盹不睡觉的 但是关于神的事情 莫名其妙就打不起精神 对世俗的事情 从这个双核的八核的三十二核的 充满了智慧 但对属灵的事情 却奇怪的迟钝预转 如果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忍耐 如果上帝不是对我们的怜悯 我们早该灭亡了 上帝怜悯 却不应该成为我们放纵的机会 不要以为上帝的鞭子 没有临到我们 我们就庆幸误以为我是蒙神喜悦的 你看我的生活一帆风顺 不是的 有很多恶人上帝任凭他们 不管他们 为什么 等着秋后算账 直到有一天最终的刑罚 收割的日子来到 才处理他们 像哈巴谷明白的 原来你把他们放在滑脚之地 做梦醒来的人如何看待梦 主啊将来 如何看待他们短暂的成功 恒通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生活里面还算过得去 不要庆幸 好像我们可以肆意地 践踏神的怜悯 好像上帝恩慈以至于 永远宽容我们 上帝一定会按照公义审判 上帝连面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接着传道人责备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却把传道人讲的话 就像听歌曲一样 表面上装着 竖着耳朵 好像很仔细听 实际上根本不听 藐视神的话 最可怕的就是 神的百姓 顽梗不听神的话 我盼望上帝 有两种盼望 一种盼望 盼望上帝那种严厉的管教 临到我们之前 主动悔改 因为上帝已经借着 他的仆人多次警戒 仍然顽梗 悖逆的话 上帝一定会 管教他所爱的儿女 我盼望在神 实行严厉的管教之前 我们早早的悔改 作为聪明的智慧的儿女 第二 我盼望 宁可我们被打的遍体鳞伤 灵魂悔改 也不要让我们 肢体健全的下地狱 趁着今天还有气息 趁着还有 活着就是有悔改的机会 死了就永远 一切就拍板钉钉了 死了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你悔改也没有用了 因为已经看见 神的愤怒和刑罚 临到你了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 只有我们在灵魂 还在身体里面 在今世活着的时候 听见神的话 神劝勉我们的时候 悔改才有效 已经看见了 你说我悔改 那个时候谁都会知道 神真的是严厉的 对不对 已经看见 神的愤怒和审判了 那就不是信 那个悔改 只能是哀嚎 后悔而已 没有用 所以趁着今日 还有悔改的机会 我们应当悔改才是 诗人在思想上 因先知 论及新约时代的预言 备受孤 提到了赦免 圣约的更新 百姓归回的应许 归回应许之地 标志着这个新的 时代的到来 当诗人仰望主的应许的时候 这一切 既在眼前 仰望神的应许 可能是读了 这个耶利明 说二十九章 十节的内容 然后他就 好像神的恢复 神的复兴 神的应许 马上 即可临到一样 所以他提到了 这个西安 西安是象征着 这个恩约的观想 原来是指那个地方 西安山 西安城 然后后来我们看看 渐渐的西安是象征着 神的百姓 盟约的百姓 并透过涵盖一切的特权 西安象征着恩约的关系 象征着约里面 所包括的一切特权 包括物质和属灵的 作为末世的象征 西安对于那些 重视上国度降临的百姓而言 那个福祉是真实的 这里面说仆人 是指那些忠心的渔民 渴望重建耶路撒勒 唯有你 耶和华 永远坐在宝座上 你的名词 你必起来 连绵西安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你的仆人 喜安 喜爱喜安的石头 可以简单的理解 那些真正忠心的渔民 他们当然 仰望神 确信神的应许 当然羡慕 神的应许 和神的应许之地 仰望耶路撒勒 盼望重新回到那里 盼望西安 重新得以建立 西安的石头 因为神的应许 因为敬畏神 因为确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相信 那个应许的地 切勿那个应许地 他们也铭记 就像所罗门所提到的 就像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 无论他们将来被掳到哪里 在被掳之地 向着那个应许的地 你的殿 虽然已经被拆了 那个地 虽然已经变荒来了 向着那里祷告 因为神立明的地方 曾经立明 当他们仰望那个地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们 相信神的应许 凭着神的应许 向神祷告的时候 悔改的时候 神就吹听 所以那些真正纪念西安的 恋慕他的 其实就是真正信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记得礼拜的时间呢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记得主日的时间呢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纪念主 在生活当中 时常思念主 学着学着习 为了成绩 把祖先丢在一边 那个不是正常的信仰生活 忙不是我们 忘记神合理的借口 上帝所期待的是 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爱他的心 去带着基督的平安去忙 别忙着忙着 就像小猴子下山一样 像黑虾子掰玉米一样 忙着忙着 结果丢了耶稣 纪念神 不忘记神 就像这些忠心的仆人 纪念西安一样 私慕西安一样 不只是思念那个西安的 墙角的石头而已 因着神 他思念神 和神有正常的关系 所以他盼望 爱慕神的应许和祝福 对不对 带着对预言的应许的盼望 世人超越这个城市 虽然现在还仍然痛苦 仍然在被掳之地 但是他思想 恢复之后的耶路撒冷 在列国中 那个荣耀和尊从 他不只是求神 拯救他自己 他也求神 恢复西安的荣耀 恢复神的荣耀 甚至列国都来 敬拜神 所以诗人这里面 个人的哀歌 渐渐扩充到整个民族 神的国 这个神的国里面 不只是包括 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 亚伯拉罕后裔里面 包括肉体里面 选民和非亚伯拉罕 血统里面的 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包含着犹太人和外邦人 最后呢 我们看到他的盼望 最终的恢复 救恩 安然居住 后裔坚立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上主 因着他自己的怜悯 信使 最终成就自己的应许 使以色列得以得救 并且安然 势立在 站立在上主的面前 你的仆人的子孙 要安然居住 以色列百姓 神的百姓 到底凭什么安然居住 当然凭着上帝的祝福 所谓的那个 出于神怜悯 应许的信使的祝福 而这个祝福 在旧约那个处境里面 要求以色列百姓 忠心顺服 顺服神的话 不顺从 他们只有被神的咒诅 和审判管教 哪有什么平安 安然呢 所以需要真正的 在神的面前 忠心守约 他的后裔 才能够建立在神的面前 作为新约的百姓也一样 要忠心 持守信心 保持清洁专一的心 清洁的心 不只是心里面没有罪物 清洁这个概念 主要是强调专一 雅各书里面 心不怀二义 一个人心分散的 我们说的这个 怎么说呢 朝三暮四 一个人跟一个人结婚了 结果他心里面 却朝三暮四 这是和西亚书里面的神学 戈灭 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 朝三暮四 已经被迎娶 被许配给和西亚了 但是他仍然朝三暮四 新约里面 雅各书四章里面 凡爱慕世俗的 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和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心 心怀二义是一个概念 一面要侍奉马门 一分面要侍奉钱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 是我们心里态度的问题 爱不爱神的问题 我可以努力工作 但是我仍然可以爱神 但是另一种呢 我不怎么忙 我天天刷抖音 刷视频 但是我却忘记神 同样是爱世俗 不是忙不忙的问题 是你心到底里面 有没有神的问题 你心真正归给神的问题 清洁的心就是专一归给神 所以神所要的就是这个 你心归给神了 你的生活当然 所有的价值秩序都调整过来了 你心不归给神 即便你维持着宗教的 这个形式和义文 但是你心早就远离神了 身体来教会了 也是盼望着早点散会 要干这个要干那个呢 要建这个要建那个呢 要玩这个要玩那个呢 我们的打算都比神本身更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软弱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种原因就是 世俗已经进入教会里面了 上帝呼召我们离开世界 这个离开不是空间物理上的离开 在世界 他给我们心已经实行了割离 但是问题是 世界重新又回到了心里面 杂草又充盛了 一个不爱父的 爱世界的人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怎么可能有力量 去顺从父 侍奉父呢 所以弟兄姐妹 比起我们努力做行为之前 行人行为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要反思 我的心在哪里啊 我软弱 为什么软弱 我的心在哪里 求主使我的心转向上帝 从我的心悔改 迫弃地寻求神 仰望神 寻求祂的恩典和灵敏 带着悔改和求神 复兴我们的这样的态度 去迫弃地寻求神的话 上帝的恩典 首先临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使我们的心灵里面得以苏醒 使我们心里面首先得以自由 挣脱各样的蒙蔽和锁链 我们才有力量胜过那一切 使我们胜过去世界的 就是信心 先恢复我们里面的信心 心灵得释放 我们才有力量 所以求主灵命我们 这些弟兄姐妹 打起精神来 现在不是吃喝快乐 购买田地的时候 洪水时代 挪亚在传道的时候 大家都顾着投资 忙着结婚 耕种盖造 一副经济繁荣的景象 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说 如今这个时代 就像挪亚时代一样 耶稣也说 将来末后的主再临的时候 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代也是一样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那今天你我活在当下 岂不是也大家都在忙着 一些事情吗 没有心思关系信仰的事情 正是这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 愿神怜悯我们 时刻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 时常撕裂我们的心肠 带着一个痛悔谦卑的心 让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心里面得自由 得归毁 重新得利 以至于我们过一个真正 蒙生喜悦的生活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阻伙悦的声欣不爱 住感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